阿南面与佛前,自闻授记及国土庄严,所愿俱足,心大欢喜,得未曾有 既是一念过去无量千万亿诸佛法藏,通达无碍,如今所闻,亦是本愿 而是阿南而说即言,世尊甚兮有,令我念过去无量诸佛法,如今日所闻 我今无负疑,安住于佛道,方便为士者,护持诸佛法 那么阿南尊者在佛前,听到佛陀给他受这么殊胜的证报跟义报的庄严以后 他可以说是心愿满足了,而且心大欢喜,得未曾有 那么在这个欢喜当中,他突然间回光缓照 他把他过去的所学的无量千万亿诸佛的法藏 突然间重新译词,而且通达无碍,对意理也通达无碍 就好像今天刚听到一样 他把他过去的本愿开始重新意念 那么他这么一念以后,他就讲出一个记颂 他说,世尊圣兮有,令我练过去,无量诸佛法如今日所闻 就是佛陀的智慧是不可思议 佛陀的全法、实法这两种智慧不可思议 他能够在一瞬间马上启动我过去的善根跟谱严 那么我现在对成佛知识已经完全坚定没有任何疑惑了 内心安住佛道 那么我今生是视线做一个适者 因为你做适者有个好处 经常跟着佛的旁边 佛陀说什么法,说过什么话 记得清清楚楚 所以依此这个适者的方便来扶持法藏 来流通法宝 这个地方主是解释说 他把前面的思想要拿出来说 十四古今始终不离当念 就是说 诸位 你修的很多法门 布施也好、持戒也好、忍辱也好 有可能会流失掉 有可能 因为你是因言所生法 生灭法 你今天做义工 做义工呢 你也没有发愿 你也没有智慧 你就是只是去做义工 你只是做义工 你可能一直是一念的慈悲心 这慈悲心跟忍辱是没有关系的 完全没有关系的 这是人性嘛 人性有善 你只用人性的善良面去做义工嘛 那么你用人性来修学 做义工让你升天 然后呢 然后从天上下来以后 就完全就跟你现在 恢复的 就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你用人性的善良面去做义工 但是你用佛性 你不是做义工 大家都做义工 你不一样 你是用清静心菩提愿在做义工 你是用魔女宝珠在做义工 那么这个时候成就的善跟利 它可能会让你一死忘死 一死忘死 死忘了以后忘了义工 但是它没有失掉 只要未来你有一眼 遇到佛陀 获得法身菩萨 点拨你 你就马上就恢复功力 这个就是说 你今天用菩提善根在做事 跟用人性的善念去做事 那就不一样 一个是因言所生法 一个是珍珠本性 当然因言所生法也很重要 因为你用菩提善根 你也不能说我整天坐在家里面 我就意念珍儒 你什么事都不做 那你叫做止理废事 魔女宝珠不是拿来看的 要拿来交易 你要不要丢到因言所生法去交易 那前法跟死法要互动 所以阿难尊者的菩提本业 因为佛陀的这么一个加持 马上恢复起来 就跟今天听到一样 那么最后我们来解释阿难尊者的多文迪 做一个总结 在贤医经有弟子就问佛陀说 阿难尊者他老人家怎么一入耳根永远不忘呢 他多文迪是怎么回事呢 过去有位老比丘 老比丘收了一个小沙咪 对这个小沙咪的管家非常严格 他规定这个小沙咪每天做两件事 第一个到背诵经典 第二个每一天早上要出门脱钵 那么出门脱钵跟我们自己煮菜就不一样 因为你时间没办法掌控 有时候遇到好因言 有时候他就是空 脱钵就是一无所得 所以他有一天 他脱钵的时候 就脱了很久才脱到钵 所以回来以后 吃完饭以后 他时间就很短了 所以这个老比丘规定的功课就没办法完成 所以隔天就被老比丘喝着 小沙咪被喝着以后就很沮丧 所以脱钵的时候 这个大副长者看到 你今天好像心情不太好 小沙咪就如是如是地禀告 大副长长说没事 以后你一脱钵就到我家来 我长期地扶持你 让你顺利地脱钵 然后你有充分的时间去背经典 所以他以后的功课就进步很快 这个老比丘是谁 燃灯佛的前神 这个小沙咪是谁 释连灯佛的前神 大副长者是谁 阿难尊者的前神 所以 所以这个本愿意很重要 就是说阿难尊者他重点不在于供养他东西 他重养是在 复持这个小沙咪能够背诵经典 就是你的发心 你的本愿意是 复持正法 你跟正法结向善言 所以你后世啊 你只要听闻佛法 这个诸法因缘生嘛 你的言好啊 他就马上能够 这个法就能够安住在你的心中 不退释掉 这个讲到阿难尊者的多文的阴影